董事長 我又看不懂了 你之前搞一個 剛剛講 之前柯文哲搞了一個兩億美金 搞得這個雞飛狗跳 搞得自己不能修喪 還說我們就讓這一頁過去啊 不要再留在歷史裡面啊 還非常的緊張說我不談了不談了 因為他發現這個東西已經要涉及行責了 那你已經自己挖了一個洞 搞了這麼大的洞 結果今天他又跑去接受訪問 接受訪問他又講 我在藍白河的過程裡面 國民黨叫我說 你如果要當正的 你要給我出二十億到一百億 怎麼現在又在翻舊帳 就像師兄講的 他根本就像一個恐怖情人 一直跟你翻舊帳 他不是翻舊帳 他不是翻舊帳 他不是不是 因為柯文哲這一年多來 他的經營 他的這個整個政治生命的方式 跟所有人不一樣 他只有一個東西 什麼東西 聲量 他就叫聲量 沒有聲量 他是寢食難安 他失眠啊 他惡夢啊 什麼都來了 真的 他現在已經為什麼在家裡面 家裡蹲 被我們偉大的宇軒發現 家裡蹲以後 他想了兩天快瘋啊 他開始就出點子了 兩億美金 對 開始就兩億美金 然後把自己的金屬給賣了 然後開始就賣人 因為爆料 只有爆料才有新聞嘛 那爆料你也知道 我們做媒體的 爆料一直很顯 從爆料到沒料爆怎麼辦 繼續爆 爆誰 爆朋友 爆媽媽 爆姐姐 爆親友 一直爆 把所有好朋友爆光光 全賣了 全賣了 就開始賣了 能賣就賣 能賣的 他想到的 他會把那個乾毛巾 你 你知道你吃水 每天爆料嘛 對不對 他如果沒有那個兩億美金的爆料 我請問你啊 過去一個禮拜沒有他的新聞 不是 你認為錢只會訪問他嗎 不會 當然不會嘛 你就沒有新聞 我們怎麼要跟你問呢 我們根本不能談都不要談他 誰要去談他 他就不存在了嘛 你現在會不會談一個什麼 時代力量的當主席 你不會談吧 他這件事 你沒有糧場 你沒有戰將 你沒有組織 你沒有路線 你什麼都沒有 如果今天你連聲量都沒了 你真的一無所有了 他沒有管這些 他只管聲量 他只管 因為他個人 他是一個個人的工具理性 一個自我 一個望智尊大的一個咖 對 他自私到極點 旁邊現在這兩天 他現在受不了嘛 為什麼 因為怪事發生了 因為無性贏 無性贏 身量超過他啦 我告訴我 孰不可忍孰不可忍 我的副手聲量比我更大 對啊 你看他住在無性贏旁邊 就躺在雷雷 跟個小弟一樣 他怎麼受得了 他現在跟你逃 兩億美金不過癮 今天跟你丟一百億 一百億 一百億 明天親子就問他說 這個一百億誰跟你說的 他就把朋友爆料出來 一定是朋友私下跟他講的 對 他就把私下講的話 人家善意的提醒 他就把他拿來爆料 可是做人可以這麼不留後路嗎 他沒有這個問題 他沒有後路的問題 他聲量沒有人 沒有今天 沒有後路 他今天都沒有 還有什麼後路 所以他現在是亡命天涯 亡命天涯 亡命天涯 而且剛剛瑞德講得最對 這個叫做什麼 這個叫做打狗棒法 打狗棒 每天打每天打 所以他今天又出個新招 看看明天可不可以把他這個聲量 直接看了嘛 有效果出來 對 我們現在討論他一百億了 一百億明天就討論是誰啊 對 這變成誰說一百億的問題 那你不是把你的路都斷光了嗎 你這樣子搞了嗎 你金主也沒了 你不要到時候朋友也沒了 搞到現在 誰敢跟你談事情啊 我忘記了 我跟大家講過了嗎 他是幹什麼 他是開巴士的 他是開大巴士 巴士 巴士 driver 他是巴士的這個客運司機嘛 他每一站有人上車 有人下車 有人下車 那個第一站 第一站第一批上車的是誰 王瑞德第一批上車啊 對不對 還有蔡壁如第一批上車啊 如今安在啊 下車了 下車都到對面 都在對面幹他對不對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他會賣嘛 他哪一個沒有賣 都沿路賣嘛 但以前是小聲賣 現在是呢 刻意找機會賣 他是想他現在絞盡腦子來賣 敲羅打鼓賣 他現在賣法不一樣 以前是哦 順便賣 現在是哦 創意賣 賣法不一樣 我再跟你回答一個問題嘛 他沒有禮拜 他沒有上禮拜 殷乃金那一批 對 會有今天錢宜君這一批嗎 沒有 絕對沒有嘛 而且有沒有用 有用 有用嘛 所以告訴你繼續賣 今天的新聞 我跟你講 賴清德幹什麼 你知不知道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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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跑去賣人家一百億 他是贏啊 他 我今天 我不用糧草 我也不用組織 我也不用跑地方 我也不用東奔西跑 我坐在家裡 砰砰砰 聲量都是我的 他也沒有 版面都是我的 你 我問你他 他IQ157 你認為他會想 他會當 他認為他會當選嗎 不會嗎 他當然知道不會嘛 他說他本來就是第三 他只是現在reset而已 他根本就知道reset是他講的 他找個他自己的理由 這都不重要 就是要聲量 沒有聲量 我跟你講 他就度日如年 他如坐針毯 他在家裡面 他受不了嘛 所以他就會編故事嘛 對 他現在編故事 從兩億美金開始 第一個案子被我破案了嘛 被你破案 你告他 我告他嘛 但是睡太晚了 他再搞 再搞我也要爆料 我跟他後面爆嘛 我們都有料可以爆啊 所以柯兵你看他 他現在看他的臉上 打得光 擦得粉 那個樣子很好 那你要知道 他窩在家裡蹲兩天的時候 一定不是這個樣子 是怎麼樣 一定是 愁眉苦臉嘛 昏作愁成啊 這麼嚴重嗎 他是台灣 他也是台灣唯一 被確定的 本屆總統落選人 確定嗎 確定嗎 確定落選人嘛 全世界都知道他落選 別無懸念嗎 這個哪有懸念 我還一開始誤會 他會不會煩惱 他不分區 他根本不管這個 他講這些 跟不分區有什麼關係 沒有關係 他根本也不管你不分區 你這樣搞是搞死不分區了 他搞死 就把他自己搞聲量嘛 他只要有聲量 他就能夠存在 他就能夠存在 了解嗎 他個人的存在 大於一切嘛 他今天成功啊 所以別人是我師 故我在 他是聲量才有我在 對啊 他問題是 確實成功嘛 他在一個禮拜來 就搞這些 有什麼兩億美金 然後搞出一個余金寶 就嚇得出來開記者會 搞的北檢要辦他 對不對 他弄個 他弄個國籍有問題的一個副總統 然後呢這個也是 就是 比他更會失控 這一組人兩個一起失控 假的我們台灣天下大亂 他身量出來了 他成功了 所以他今天已經 他不在乎這些後遺症嗎 他不管這些 他已經 他只有今天嘛 就是王命天眼 你剛剛不是講了嗎 我倆沒有明天 他只有今天 他過著沒有明天的日子 對他的問題 但是策略有沒有效 有效 因為出賣朋友 總是充滿了懸疑的 充滿懸疑 所以偉愛 該講到的 他怎麼會出這一招 而且剛剛講到 今天他去接受乃金 你講說他接受乃金的專訪 是他禮拜天的時候 他跟乃金說 你明天能不能專訪我 是刻意放出那個兩億美金 今天 又是同一個套路嗎 今天這個專訪 我剛剛去問的 電視台在上個禮拜五 同時約訪三位的總統參選人 賴清德 侯友宜 跟這個柯文哲 上禮拜五 結果賴清德他沒有同意 他是希望三個一起 那後來 三個一起 你剛剛在電視台上的企劃 但是賴清德說 我幹嘛要這樣三個一起 所以賴清德拒絕了以後 他就分別 你看侯友宜跟邵邵康 不是禮拜二去嗎 那今天禮拜五就去 這個是有一說一有二說好 上禮拜五講好的 但是我要跟寶傑哥講 你剛剛跟董事長 討論了半天 被他嚇了一跳一百億對不對 我在旁邊我在這招頭 怪怪的 他這不是舊文嗎 舊文 你人生你還要倒帶 你要重複聽一首歌聽幾次啊 觀眾朋友 再往去查 11月15號 去馬辦簽下六點聲明 當天晚上要接受電視傳訪 就講一百億了 當天他就講一百億了 他說要一百億才能選 那我們怎麼辦呢 他當時沒有講說 是國民黨要他出一百億 他那天協商出來的時候 他沒有講是國民黨 他說這段期間就有人跟我講 要一百億才能選 那如果我要當政的就要一百億 他當時就講了 然後我媽還在 他媽媽還講說 所以後來何瑞玲才會生氣講說 不要做婦的啦 一百億才才算 哪有贊的感動對不對 這樣感動咧 他生氣 但問題是這個東西 一百億這個事情 到底誰跟你講的 你知道嗎 他那個專訪 他直接得罪王金平 因為他在去之前 六點聲明之前 他跟王金平見過面 然後大家都有一次王金平跟他講 王金平後來還有接受 沒有我沒跟他講這個事啊 一百億啊 而且他講了一百億 可能還要加二 就是想說如果你要當對不對 我們兩個合作總要一百加一百 變兩百了 你看一億美金變兩億美金 一百億台幣變兩百億台幣 沒有那麼多的恩怨情仇跟複雜情節 今天身為總統當選人 都已經去登記了對不對 你已經上節目講 國民黨跟你講要一百億 對 哪一個人 誰 哪一天哪個地點 講了什麼話誰講了 那你今天到底誰跟你講一百億 誰跟你講說 你一定要當副的 你要當政的話 一百億放桌上 我們才願意合作 有沒有這樣講 我也覺得有可能對不對 所以呢 今天你要講一百億 你要講兩億美金 我都會假設 柯文哲說的是對的 因為你一直 政壇小叢林的小白兔 你被人家懵了嘛 國民黨騙你嘛 但是你講出口以後 你就要負責 你今天講國民黨跟你講 提出一百億 對 那這個一百億是不是 讓你要當副手 來觀眾朋友又來了 總統副總統全體辦理法第84條 你把一個有資格候選 你去看那個法條 對於候選人 會有候選資格的人 所以一樣條款 對 你直接 那他當然有候選資格 因為他在 他在四五月的時候 民眾黨提名了 民眾黨一定提名他了 如果國民黨叫他出一百億 或怎麼樣 他今天是講說 你有一百億再來選 所以那國民黨有沒有拿錢 對啊 這個跟兩億美金又不一樣 國民黨並沒有叫他退 國民黨只跟他講說 選總統 他的意思是這樣 國民黨跟他講說 選總統很貴 你要把國民黨拖下水嗎 那這樣子的話 國民黨也等於是叫他不要選 對不對 照理講是這樣 情節沒有兩億美金直接換副手 那麼直接 包含兩億美金換副手 誰 包含一百億才能選總統 誰 你要把它講出來啊 你不能一天到晚 沒有錯 就是說有聲量這件事情 以前阿扁就告訴大家 每天上新聞 到後來就從立委變市長 從市長變總統 可是你今天東西要 第一個不能被博倒 第二個要是真的 第三個是你能加分別人扣分 這才能講 你不能每天講一些以後 到後來別人沒扣分 你自己都扣分的時候 因為我不懂是你 前面已經搞了兩億美金 搞了兩億美金 你搞得自己灰頭土臉 大家一直追問他 追問到什麼程度 追問到那個時候 我們這一頁翻過去吧 我們不要留在歷史裡面了 那今天他在問說 是不是 是你自己丟個姓余的 姓黎的將軍 姓魏的這個人 那搞了半天最後 你屁都不敢放 那你已經搞了這一個 他一攤的爛屋了以後 你又搞另外一攤 所以重點在這裡 因為選舉基本上 你要把棒你自己的票變多 但如果我已經講了 我都去查了 是上個禮拜五的約訪 從上禮拜五現在 剛好也是七天 你要接受電視台的專訪 你七天下來 你準備的還是 11月15號的勞梗嗎 你還是講一百億嘛 對不對 所以就是說 你應該要丟出更新的 你不要過不去 那錄影帶再聽三遍 還是A面B面而已 他走不出來 對 你不要再去扯 你11月15號的時候 而且以前講講 大家都在藍白河 也沒有深究 可是你現在講出來 國民黨要 叫你拿一百億的時候 然後國民黨會回問你 就是誰跟你這樣講的 那如果說 真的沒有人這樣講的話 那你是怎麼了 你到底聽誰跟你講的 然後剛剛不是有個什麼 余信的商人間出來哭 所以我沒有跟他講 也沒有講兩億美金啊 那到底又是 他有出來講說 他幫他去跟朱立文見面 可是他說我也沒有講兩億美金啊 不是 而且 剛剛講的 你不是自己講喔 連你的這個所謂的戰狼小姐 也就是這樣喔 人事實地圖都有 電話記錄都有 名片都有 什麼都有 而且是國民黨系統的 這個我們公仔比較不舒服 因為我知道 柯文哲也想贏嘛 柯文哲智也想贏嘛 現在民調第三對不對 而且不是只有 美意島跟你一直對 所有民調第三 你就是靠這個 一拳超人 你有沒有看過 精蕊的戲啊 你今天把人事實地圖公佈出來 誰跟你兩億美金退選 十年以下 三年以上有級出行 對不對 瑞德哥沒錯嘛 公佈那個人的名字 就算他是國民黨的誰高官 國民黨一起倒嘛 那你不是正好就可以變第二嗎 那為什麼不敢講呢 我不知道他為什麼不敢 我沒有辦法了解他 現在我看不懂他了嘛 你看不懂了 那第二個就是說 你今天上TVBS節目去講了這個 國民黨跟你講 要一百億才能選 是誰嘛 你今天既然敢講出來 而且手又比這樣 應該是相信就是有這個人嘛 你把他講出來 我剛剛講了兩件事喔 兩億美金換副手 跟這個一百億才能選總統 你把兩件事情的那個人事實地物 特別是對象講出來 絕對會傷到國民黨嘛 因為兩件一個是從國民黨來的 一個是國民黨跟你協商 說講的 那誰可以跟國民黨協商 其實沒有別人 只有二選一 只有侯友宜跟朱立倫跟他協商 對不對 所以他現在講的一百億 不是朱立倫講的 就是侯友宜講的 如果這是真的 明天開始大家去問朱立倫跟侯友宜 你們沒有跟柯文哲這樣講 我這樣子邏輯一推出來就了解了嘛 但如果侯友宜跟朱立倫否認的話 那兩邊就會有一方是說謊的 好 瑞德 我現在非常清晰是 我從柯文哲2014參與到現在 我從來沒有跟他私底下 從來沒有跟他見過面 我跟他有互動 我發現 跟他私底下有任何的見面 有任何互動 我跟他講過任何話 我都不知道哪天會被他賣掉了 身為第一代的柯粉兼柯黑啊 我剛剛聽了這個資深政治記者 黃偉漢的分析了以後呢 我告訴偉漢啊 你剛剛說的 詩詩路理 邏輯分明 不適用在柯文哲 不適用柯文哲 柯文哲是個無賴嘛 他是個政治無賴 他拿管理說的那個 我問你嘛 兩億美金的事情 他到現在有說清楚講明白嗎 沒有 他說我們把內業翻了吧 該賣都賣了 不是你說的嗎 不是你說的嗎 姓也你說的嗎 事情也你說的嗎 就說我們把內業翻了吧 那有人去告發了 就讓那個去告發就去告發吧 不是你說 你把它說出來就好了嗎 對啊 剛剛偉漢說的好啊 人事實地物嘛 姓瑜的華僑 然後姓紀的將軍 還有一個未姓男子 你直接說啊 你直接把什麼事 然後在什麼時候 然後整個事情 不是說出來就好了嗎 他怎麼會說 他不說 我們還會 才會去故意一直討論嘛 你說他是故不宜政 不說國民黨還拿 他沒辦法 你知道嗎 他說了以後國民黨 嘿嘿 這個跟我們沒有關係喔 那個是怎麼樣 他是故意不說嘛 他就搞曖昧嘛 聽說這三個人 還不是同一件事 不是同一件事 厲害吧 厲害吧 如果是同一件事 同一天發生的 那就算了 你知道嗎 聽說還是不同 不是 我就學到一點 柯平都會講人事實地物 那人事實地物也都存在 可是人事實地物 它的組合是完全不一樣 我請問你嘛 他今天為什麼要突然間 要蹦一個什麼20億啊 100億啊 講得好像國民黨欠他的這樣 國民黨說你要說真的 你要給我這個錢 還是去打這個帳樣 講得為什麼要這樣 因為很簡單 因為2億美金的新聞 開始慢慢淡下去了嘛 你還不敢講了 他現在要2億美金 不過60億台幣 他直接丟100億 你不要小看他 丟100億以後 網路會怎麼講 網路他會行說一種說 我就是沒錢 所以你看他現在說來講說 3600萬 我現在要3600萬嘛 各位 你要知道 他本來 他不是號稱那個小額募款嗎 他本來今年喔 要搬到什麼程度 今年5月那個小額募款 還有競選小物 開始出來的時候 人家號稱 三天募到7000萬耶 三天募到7000萬耶 一個月不到 超過1億多 我記得新聞他還這樣做嘛 好 前幾天不是說沒錢了嗎 然後呢 這個 黃國昌不是 號召 突然間直播的時候 號召藝人 藝人這個等於說500塊 然後1萬個人就500萬嘛對不對 然後後來不是 哇 不得了了 1萬5千多個人 想盡辦法要去捐 捐了1400多萬 但是他的那個募款 設計一天只能500萬 就很奇怪 要是我一定設計無上限 你知道嗎 對 他設計說一天只能容納500萬 所以拼了 所以呢 最後1萬5千人裡面 只有5千人捐款成功 然後呢捐不到 哎呦 非常的失望 我就捐不到 又捐了300萬到那個 政治現金專戶嘛 我就不懂啊 總共捐到800萬對不對 對 我真的不懂啊 為什麼 1萬5千個人只有5千個人 捐款成功 那你明天開放繼續捐啊 再補一次就好了 對 你在捐啊 你每天800萬 800萬 問題就解決了 你就不只3600萬了嘛 那你為什麼不公布 為什麼不說 那每天趕快說 大家趕快捐我 為了台灣 為了年輕人 為了民眾黨 為了黃國昌 為了阿伯 我們大家要捐錢繼續捐 不都有錢了嗎 對啊 他現在要哭窮啊 他要哭窮以後 他馬上就丟出一個 國民黨要我20億100億這樣子 做個對比 國民黨就那麼有錢 有錢有事 你知道嗎 我沒錢 他不是講了一句話嗎 他不是講了一句話說 本來之前說要捐給他 抖獵給他的這些金主 現在都說不要了 都說沒了嘛 藍白河破了又 我問你我寶傑一件事情嘛 憑你跑那麼多年的這個政治新聞啊 請問台灣有任何一個大型的這個金主 會再選前兩個月 才決定把錢捐給你嗎 沒有 不可能吧 我也有朋友 坦白的啦 我也有幾個50億 100億的朋友啦 他們都是藍綠都會壓 你知道嗎 我跟你講 那個政治現金會公布的 都不是真正的大幅 真的假的 現在我有這個百億的朋友 百億的朋友 叫我交情非常好啊 為什麼 有錢人 有錢人 他都是他那個出錢 所以呢 我還請他去免費這個等於說 那種高檔的民宿 住一晚 他覺得好爽 從他有錢到現在沒有人請過他 有錢人就是那種 你才 我把你當朋友 你把我當朋友 你才會去請我去嘛 有錢人 只要是藍綠的 一般人 一般政治人物來一百起跳 100萬 拿了這種 100萬 有點名氣的 然後有點名氣 200萬 你知道嗎 有交情的 都是五百到一千萬以上 不用收據嗎 都不用 也不會公布 我靠 直接跟你講白了 我們的政治現金裡面有公布啊 你要一百萬啊 然後私人三十萬 什麼團體 頂多到兩百萬 我跟你說 講白的啦 政治廠上真正的政治現金 真正的所謂大金主 都是不開收據 不會出現在這個所謂的 政治現金名單裡面 我現在講的是事實嘛 我們朋友都是這樣捐的嘛 有誰還現在只剩下不到兩個月 現在還沒去拿錢 錢還沒拿給你 你還給我 我告訴你 我現在剩三千六百萬而已 如果你是這種卡小的話 莫怪人家不給你嘛 為什麼 人家還會等你說 我看看會不會等到你 當選的以後再給你 不可能嘛 剛剛董事長不是說 他賣別人嘛 對 我為什麼跟柯文哲翻臉 柯文哲翻臉的原因就是因為 他還接受媒體訪問的時候 講了一句話 名嘴是可以發錢收買的 那我就直接挑戰他幾十次了 我說柯文哲你直接講出來 哪一個名嘴你不敢講一個 你講半個 信什麼 為了什麼事情 在哪裡 為了喬什麼事嘛 所以你覺得你也被賣過 他到現在那個都還沒有講出來 不過我告訴你 他賣的人不是我 為什麼 其實我們大概知道柯文哲 影射的是哪一個名嘴 但是我要告訴你 那個名嘴在柯文哲 接受狀況 講出來的話的這個時候呢 他跟柯文哲還是好朋友 你知道嗎 他還是挺柯的 所以你就知道 他對人對事 是用什麼樣的方式 他要怎麼講你 你以為你對他好 我本將心對明月 那個簡魚燕的下場 就是最好的寫照 好 宇軒 剛剛你前陣子才講 搞了一個所謂的 兩億美金的這個窟窿 窟窿他現在很緊張 趕快要去收拾財後 不敢去碰 又搞了一個兩百億 而且 今天的兩億美金 是要搞出來 今天有個餘金寶出來了 那個餘金寶嚇死了 大哥我看懂了 你看懂了 我終於知道柯文哲 亡命之徒的本色是什麼 亡命之徒有分很多層次的 有些還講江湖道義的 不是跟你不講武的 柯文哲是最可怕的那種 他是沒有辦法信任 所有亡命之徒裡面 只有這種人沒有辦法信任 門徒裡面演的那群人 先講柯文哲吸的是什麼 流量 美光燈 他已經欲罷不能 不是國民黨喔 各位 他不是吸國民黨喔 國民黨只是個工具而已 而且你看這種 這種成癮症的人 他會怎麼樣 他一開始會好好工作 對不對 那等到好好工作 我的籌碼 花光之後他會幹嘛 想空想空 想空想空開始說 我先把我的車子賣掉 我不行我就為了美光燈 我要開始把這些東西賣掉 開始陸陸續續賣 所以第一個先賣什麼 開始賣國民黨嘛 開始咬藍白河嘛 但車子賣完了之後怎麼辦 房子也沒地方做怎麼辦 他會開始做什麼 身家 衣服 然後開始能做的能弄的 身邊能夠賣的清倉大拍賣 清倉大拍賣 所以開始賣嘛 你看陸陸續續 他就是呈現這個陣頭嘛 這個陣頭是什麼 我怕沒出去 我躲在家裡蹲 我也沒工作 他的沒工作是什麼 藍白破局了啊 藍白破局了嘛 而且他為什麼會讓藍白破局 因為也是為了流量 為了美光燈嘛 在那個場合 在那個場面 他撞不掉嘛 他淨頭又發作了嘛 他又發作了所以忍不住嘛 不是 你一簽 簽了以後發現 我的流量沒了 我的美光燈沒了 我什麼都沒了 他受不了了 所以我的理性判斷 我簽是對的 可是我的成癮症 讓我不能接受 我要當主角 而且柯文哲這個陣頭特別大 大家講說這個成癮 會越來越嚴重 他的陣頭 只有一種解決方法就是 我是全台灣最重要的人 他一定要成為這個狀況 所以他只要不重要 他就焦慮啊 所以你看他後來 陳吃了一天之後 他開始拋出來什麼 發現 我在家都沒有人要抱我耶 大家都在講說 侯康培民調好棒棒耶 不行 對不對 馬上就把藍白之間 破局的事情丟出來 開始咬了 那你說為什麼他要咬國民黨 因為他身邊沒有東西了啊 他是亡命之徒啊 因為民進黨 早就拒他余千里之外了 他能夠咬的早就咬光了 所以他 我後來為什麼要跟他保持距離 因為我有很多好朋友 都被他咬過了 我不是親自喔 我看都嚇死了 最可怕的就是說 他會傷害身邊的人嘛 他自己的東西賣光之後 開始把朋友全部拿去出賣了嘛 我們就舉一個例子 余金寶嘛 余金寶是對他什麼 對他好的耶 為他然後去找說 我跟劉泰英見面 我們大家吃個飯 講白余金寶 找劉泰英跟柯文哲吃飯要幹嘛 當然是想爸媽募款嘛 要來幫助他嘛 對齁 不然劉泰英吃飽愛情 跟柯文哲見面幹嘛 覺得說大家現在藍白河嘛 都在看你有什麼需要幫助的 需要引進的 我認識很多企業家朋友 我來推薦給你們 所以這是什麼 好朋友耶 是你在救苦救難的時候 會給你伸出援手的好朋友 結果他做什麼動作 賣掉了 對 我不信 我要信 我要信 好朋友 賣了 管你 我照賣 賣掉了 所以我們好像說 這個余金寶 幫你促成租客會也不重要啦 幫你安排場所 讓你們會面也不重要啦 說他就是兩億美金的錢客嘛 今天講的啊 今天他說什麼 你說這個柯文哲 那個錢客騙子到底是誰 他說沒有啊 下午不是出來受訪了 余金寶是哭著出來的耶 哭著出來 他是神情愛心 他哽咽嘛 他覺得很委屈嘛 他嚇死了 被朋友背叛嘛 他說欸 我當初好意幫你安排 接駕這些東西 結果你把我講成是違反選罷法 講成是通匪 講成是一個大壞蛋 講成是在搓湯圓的人 我們真是朋友一場耶 所以柯文哲現在這個 欲罷不能之後 余金寶他眼看了什麼啊 翻頁了 為什麼翻頁 已經沒有辦法再賣了嘛 賣不存 賣不存 賣不嫁銷了嘛 我趕快再找新的標的 我車子賣光之後 我現在把腦筋 動在別人身上 現在動到誰身上 都在國民黨身上 國民黨最好消費嘛 所以他開始講說 我跟妳講啊 這個一百億啦 我跟你講搞不好隔天 他開始就要加碼爆料了 因為包括他的發言人的成績爆料 說什麼副主席成績 什麼地方多高成績 全部開始一個點名 所以今天是什麼姓余的 今天姓紀的 對不對 到明天我跟你講 開始國民黨高層 每個都要人人自圍 因為柯文哲 因為影射莎莎莎莉最強 這只是他的第一招 絕對不是最後一個招式 你有一個非常神秘的身份 你是第一代的柯粉 結果你的柯粉 你對他非常了解 你說 他這個是別有用意的 而且我必須說啦 2014年的時候 我還去他競選總部 真的 當時我在台下看著他當選這樣 真的我還去當場 我還可以找出那天的照片給大家看 真的 所以我當初的確是 就是柯粉 那我不... 遠慶祥重播 不然大家說 我可以 改天我可以找出照片給大家看 好 那我跟他講 我討論 對 我跟他講 為什麼這樣說呢 我覺得他現在是把整個選戰 拉回到他自己的主宗 拉回自己主宗 也就是說你看這幾天的時間裡面來說 大家可以看到說 大家討論的重點是什麼 趙少康 要不是討論吳欣營 誰在討論柯文哲 沒有 沒有討論柯文哲 因為他之前的兩翼這個風暴 已經這個出大槌了嘛 翻過去翻過去 可是問題是 他覺得翻過去之後 他也被翻過去了 沒有人要討論 因為他這個議題已經捅到馬蜂窩了 那怎麼辦呢 所以他繼續再創造一個新的議題出來 所以我覺得他這個聲量 絕對是他最重要的一件事 再來就是我覺得他其實有想 有想非常多 你看他今天下午的時候 也剛好有接受比特網 就是他們的相關網路的這個專訪 網路專訪裡面他講什麼 他說人家問他說民調第三怎麼辦 他說我一開始就是第三 那reset而已 所以他也看得很開 他也知道 我大概輸了 然後他就說呢 因為我們目前為止只剩下三千六百萬 那他就說他要去沿街這個拖波嘛 對不對 然後他就說呢 他說如果我們向財團拿錢 以後不好拒絕會更加麻煩 因為不願意欠人請 所以堅持選舉費用不太高 所以其實你看 他今天下午在影射什麼 國民黨之前 就是財團嘛 然後他就說你國民黨要用什麼 20億到100億嘛 他有自己講 兩億 他說只要兩億到三億 所以他就是做出一個區隔 把你 你就是這樣 我是這個樣子 那目的在做什麼 我目的你看 他像我接受的採訪的時候 他就說 他看到黃狗昌隨便講一下 就那麼多錢 他又恢復信心了 所以他接下來就是要 所以我的小額貸款是有用的 小額募款 那小額募款要怎麼 小額募款 把國民黨那邊 你看我是跟這個國民黨在對抗啊 對不對 然後你要我不要財團啊 所以我只能小額募款啊 是 對我用這樣的狀況 所以我說到底 他其實博聲量是一個 在緊接下 有密集的小額募款 要準備要展開的一個狀況 再來我必須說 這個余金寶真的很可憐 為什麼 我覺得我今天把他的整個專訪看完 他還是接受三例的獨家專訪 三例獨家專訪 對為什麼 因為他可能怕說如果我到別台去 人家沒有人要採訪他 所以他自己講 他講說欸他很哽咽 他講到一半他真的哭了 哭了 真的哽咽了 他說我是為大家好 然後他說我這個 把大家串連起來之後呢 然後你們就去談 他說他完全不知道 柯文哲為什麼會講這樣的話 那他有講兩億美金嗎 他說他從來沒有講 他從來沒有講兩億美金 沒有講過這件事 所以就知道事實上 柯文哲到底他到底要怎樣 連這個原本要對他很好的 他幫他介紹清楚的人 都不願意跟他見面 所以才說其實我早就講 不會有財團敢跟柯文哲見面的 我如果當初你看 現在很多財團應該看的節目在非常 幸好我沒有跟他吃飯 沒有給他遣 我也很幸好沒有跟他吃過飯 如果跟他吃飯給他遣之後 搞不好哪一天呢 就從他口中說出來 怎麼財團跟我吃飯過什麼 跟我怎麼樣 我跟你講那就是完蛋 所以其實早在大概約莫是兩三年前的時候 據我所知已經沒有猜斷 剛剛跟他吃飯了 是 剛剛有講說 現在柯文哲要拉回主軸到自己的身上 因為幹嘛 現在他的副手比他還火候 對 他的副手有更多人想去採訪 甚至 他真的偉大 我再想想 我真的真心希望 吳欣穎可以選下去 我真心希望他已經解決了他美國的問題 我真心希望他能夠選到底這場的選舉 他不能缺席啊 連BBC的頭版都在說 台灣2024年總統大選柯文哲副手搭檔 吳欣穎是誰 對 過去來講的話 柯文哲每次出來都搶盡風頭 都是流量的一個 流量的關鍵的一個密碼 但是這是吳欣穎你看 他現在上了這個國際的 他不是去強調自己有一些國際事務的能力嗎 真的變成BBC News中文版的頭版了 所以 柯文哲 柯文哲還要搭吳欣穎才能夠上BBC 對 所以現在來講柯文哲怎麼受得了 以前我都是拉主Key的 現在吳欣穎才是拉主Key的 不過這個BBC講到一個重點了 台灣2024年總統大選柯文哲副手搭檔 吳欣穎是誰 那這個標題什麼意思 重點就是吳欣穎是誰 柯文哲你已經沒有流量了 你已經不重要了 可是呢 BBC裡面在裡面探討了一件事情 為什麼要找吳欣穎 為什麼 為了就是錢 為了就是錢吧 BBC這麼講 對 他找了台灣的大學的教授 告訴BBC說 這個東西呢 其實就是為了應對開銷龐大的大型選戰 他也知道今天吳欣穎來 可能會強調他的風頭 可能他離吳欣穎來之後呢 他每天版面就會變少了 但是為了就是什麼 為了就是這個開銷龐大的大型選戰 現在來講 他的性別 他的年齡 他的國際背景 能有效綜合 柯文哲嗆辣的政治風格 對 但是沒有想到 他來的更是更嗆辣 當初想的時候呢 可能想說 吳欣穎在立法院的表現 也應該就是不是太突出嘛 但是來了之後呢 現在來說呢 吳欣穎在這個部分 已經一步一步 把他的風采都給搶完了 你要看一個人在網路上面 有沒有流量 要看什麼 看梗圖 看梗圖 只要梗圖有的話 那就代表什麼 代表說網友喜歡 不管是正面的負面的 只要網友在傳的梗圖 就像這個你看 接受記者的訪問 眼睛瞪得這麼大 這樣子梗圖 對 然後這個東西都是他的表情包 已經表情包出來之後呢 大家關注的就是他 而今天這個兩人開記者會 你看囉 講一講 不開心 放下 不高興 是的 就放著 我剛剛已經講過了 放著 你有看過柯文哲 在這個地方 變成人家的戳戳妹嗎 什麼是戳戳妹 跟大家科普一下 當初柯文哲出來的話 非典型的政治人物 每次拿到麥克風 記者一來都歐白講 那邊有一個戳戳妹 這真的有一個人 講到快不行的時候 就在旁邊 戳戳戳戳戳戳戳 然後呢趕快來幕僚 把他給帶走 現在來講的話 他變戳戳妹了 他變成要把他原廠的人 柯文哲耶 主席耶 總統參選人 民眾黨總統代表參選人 現在來講的話 吳欣穎已經把他 所有的版面都給搶光了 然後站西位 對 站在西位 所以你想想看 不管怎麼樣 這個就是一個重點 你今天來說的話 不管是要講這個議題 其實今天這個記者會 講的是一些生殖生育 人工生殖法的一個修法 這個大家都關心他的國籍問題 但是呢 你要講這個記者會 你不是應該這個人 當西位嗎 但其實你看 他們自己內部也知道了 他才是關鍵 他才是重點 所以吳欣穎一出來之後呢 現在柯文哲 已經變成老二了 已經變成他們旁邊 要再來幫他 當幕僚的戳戳妹了 那這個情況之下的話 柯文哲他當然受不了 我都沒有講到 我看到這張照片超有感覺 他的張力十足 我終於知道公主長什麼樣子了 沒錯 今天來講的話 以前公主在城堡裡面 我們看不到 對 這次要選總統 我終於看到公主了 看到了 然後呢 用閉你的眼神 你看喔 我們在過去採訪裡面 他今天不是叫大家 把記者的提問拿出來嗎 很多人在笑 你們記者幹嘛聽他的 我告訴你 我也做過這件事情 我也把我的題目呈上去 當你要訪問總統 是總統喔 是總統的時候 國安特勤就會拿小條子來洽提說 遇風兄不然你先告訴我們一下吧 那只有總統當選人 才有這個規格 現在來講 你不覺得大小姐 這個大公主這個樣子 大小姐 對 已經是非常非常的有氣勢了嗎 避逆記者 好有氣勢喔 然後呢 這個看起來像不像是在忍耐 好啊 你再說啊 你再說啊 然後呢 有問題 來直接回唱 You want to know I want to ask 哇 你看這個東西 來說的話 已經把柯文哲的風采全部搶光了